大家好,欢迎观看Origin视频教程,我是白东升 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一下三维图形的绘图细节设置 在图形窗口的空白位置双击鼠标左键 Origin就会打开Plot Details对话框 并定位到当前图形窗口 图形窗口的四个页面和二维图形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了 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参考教程第13集的内容 左侧定位到图层 这里有六个页面需要设置 其中,Background的背景设置 Size Speed的尺寸加速设置 和Display显示设置 也和二维图形完全一样 不同的地方是这里的三个新页面 我们逐一认识一下它们 Misalinius是杂像页面 左斑部分是XY切片设置 这可以让Origin只显示部分图形 需要使用切片功能时 你应该首先勾选这个Enable复选框 然后设置切片范围 切片范围包括X方向和Y方向的起始终止位置 单位是相对于坐标轴的百分数 设置切片主要用于把图形内部遮挡的部分显示出来 右侧是投影模式选择 包括透视投影和正投影 透视投影也称为立体投影 得到的图形有近大远小的空间感 这是Origin默认使用的投影模式 正投影则没有透视空间感 完全反映出图形的几何特征 选择哪种投影效果 对图形的表达没有太大的影响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第二个页面是坐标轴页面 你可以设置X、Y、Z三条坐标轴的长度和旋转方向 以及是否旋转轴标签 最底下的一行是透视角度选择 这个值设置得越大 透视越明显 这个选项只有当投影模式选择为透视投影时 才会起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这三条轴的旋转方向设置得不合适 当选择为正投影时 可能会出现斜轴问题 这是做图时应该尽量避免的 第三个是平面设置页面 上半部分是坐标平面的位置和颜色设置 勾选需要设置的坐标平面 然后指定位置 单位是相对于坐标轴的百分数 比如 XY平面的位置 就是相对于Z轴的百分数 0%表示在最底端 100%表示在最顶端 右侧是颜色设置 你可以为坐标平面填色 再比如 YZ平面的位置 是相对于X轴的 0%表示在最左端 100%表示在最右端 左上角还有一个自动定位功能可以选择 下边是前脚点设置 软件默认是不显示前脚点的 你可以点击Enable 让它显示出来 对前脚点的设置 包括颜色 线形 和线宽三种 以上这些就是图层的绘图细节设置 Origin所有内置三维图形的图层设置 都是由这六个页面组成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图形本身的绘图细节 和二维图形一样 不同类型的图形 有不同的设置页面 这里我只以3D颜色映射表面图为例 进行讲解 其他图形就不一一介绍了 颜色映射表面图 一共有五个设置页面 其中颜色映射页面 和数字格式页面 与二维图形是一样的 第三个页面是边墙颜色设置 勾选Enable复选框 就可以给两个边墙添加颜色了 第四个页面是山格页面 用来调整曲面上的山格显示 第一栏是山格显示样式 包括没有山格 只显示X山格 只显示Y山格 和同时显示XY山格 下边是山格线宽度 山格线颜色分为单色和使用颜色映射两种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注意尽量避开曲面本身的颜色 最后一项是背面颜色 用来决定曲面内侧的颜色 第五个页面是表面投影页面 上半部分纵向分为三列 分别用来控制曲面本身 顶面等高线 和底面等高线的相关属性 包括是否填色 是否绘制等高线 等高线颜色 和线宽四种属性 我们来适当地调节一下 首先我取消曲面的填色和等高线 让曲面变成透明的 然后在底面添加颜色填充的等高线 并把等高线颜色改为黑色 点击Apply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左下角的Z Clipping是Z切片设置 这和前面讲过的XY切片类似 单位同样是相对于坐标轴的百分数 好 三维图形的绘图细节设置就讲到这里 坐标轴设置只多了一个Z轴而已 其他的和二维图形一样 比如为了更加清楚地显示底面等高线情况 我们可以适当压缩一下图形在Z方向上的尺度 三维图形的图立文本设置也和二维图形是一样的 这里不再赘述 在三维图形中 Origin提供了一个3D旋转工具栏 用于在不同的视角下观察图形 前两个是绕屏幕的上下轴向转动 第三第四个是绕屏幕的前后轴向转动 第五第六个是绕屏幕的左右轴向转动 每次点击这六个按钮 图形转动的角度在这里给出 第七个是增大透视 第八个是减小透视 第九个是使图形适合于图层 这主要是解决图形因旋转而超出图层边界的情况 最后一个是重置按钮 可以把图形重置到旋转前的默认状态 最后要向大家说明的一点是 可能你的Origin软件在绘制三维图形时 默认使用的是Speed Mode加速模式 这时得到的图形相对比较粗糙 这是因为在加速模式下软件只用少量的采样数据来绘图 从而起到加速的目的 如果你想关闭加速模式 可以在Graph菜单下选择Speed Mode的选项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Target目标项用来指定当前设置应用到哪里 包括当前文件夹 当前工程 当前页面 以及当前图层 下边的加速模式 你可以选择关闭 低级加速 中级加速 和高级加速 加速级别越高 图形越粗糙 最后一个是自定义加速模式 你可以自己选择工作表窗口的每条曲线 最多以多少个采样点绘制 以及矩阵窗口的每个维度 分别最多以多少个采样点来绘制 最后 你还可以把这个设置保存为一个主题 好 今天就讲这么多 到这一节为止 Origin的三维绘图部分就讲解完了 下一节我们来学习页面板式设置的有关内容 我是白东升 感谢你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